一个梦境 一个师兄白天在观音堂求菩萨 然后梦中指示他的莲花是否还在 晚上做个梦 梦中师父在写着对联 做梦的师兄在师父的身边 师父有写读出来对联 但是师兄不记得了 之后师父继续画 感觉画了一条龙 但是这个龙需要点 点睛 意念中 只要一点 他就可以冲上云霄 梦中感觉需要两颗白莲子 他做完了 他做的双眼 师父朝着一个汤锅里找这个锅 这正是这位师兄的 锅里还有一些莲子汤 意念的莲子已经被煮烂了 进入汤里了 做梦的师兄见自己状况 从自己的冰箱的莲子收纳盒里 拿出两颗白莲子给师父 这个师兄梦就醒了 师父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他这个莲花是不是还在呢 还是不好了已经是吧 还在还在 不是太好 不太好 是不是他就是提醒他 他的莲 就是那个花心 是不是不太好是吧 对啊 所以师父 再帮他种上两颗呀 啊是吗 好好好 嗯 当然是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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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